蒙恩啦! 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 Derek和Annie 那他们结婚了20年 一路遇到了很多跌宕起伏 那2015年 Derek开始沉迷于赌博 并且在信用卡上累积了许多债务 Derek也向太太和家人 隐瞒了这样的双重生活 有一天太太Annie偶然发现了这件事情 而且这种隐瞒和撒谎的行为 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了 当下夫妻俩就吵起来 Derek曾执迷不误 不愿意坦白真相 也不愿意悔改 结果夫妻俩闹得很僵 Annie也失去了对Derek的信任 两人无法再沟通下去了 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泄入到极大的苦毒和愤怒 一年后他们决定离婚 Derek坠入黑暗的地骨 他失去了一切 二十年的婚姻 家庭 孩子和孙女 除了债务 他一无所有 但是在2017年的圣诞节 Derek晚上睡觉时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Annie 由于担心Annie可能出了什么事 Derek就马上给Annie打电话 没想到Annie一接电话的时候 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的好听啊 哦 原来自从离婚后 Annie来到了城市丰收教会 重新认识了耶稣 他的生命完全的翻转了 Annie经历神的怜悯和恩惠 也原谅了Derek 每一天都在为Derek祷告 2017年12月17日 Annie邀请Derek 参加了我们教会的烛光聚会 聚会的时候 Derek被上帝的爱大大的感动 他痛哭流泪 认罪悔改 Derek恳求妻子 和家人原谅他 重新与家人和好 开始脚踏实地的工作和敬卫生 上帝很恩待Derek 短短的几年内 Derek已经还清了65%的债务 他也很奇妙地 申请到了一间政府组屋 尽管今年面对冠状疫情 Derek在工作上仍然超越了公司的销售目标 Derek也不再是那个脾气急躁的人 每天他的心里充满无比的喜乐 更奇妙的是 上帝修复了他和Annie的关系 就几天前 今年12月的17日 他们又再次结婚了 我很荣幸 帮他们正婚了 Hallelujah 他们今年已经六十几岁了 有六个孙子 婚姻仍然可以重新开始 这就是神的恩惠啊 Hallelujah 朋友们 你是否在一个堕落罪恶的黑洞里呢 你可能甚至觉得自己太失败 太糟糕 现在所面临的灾祸或苦难 都是你赢得的 可是在圣诞节 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圣诞节要来了 不要怕 因为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耶稣要赦免你的罪 涂抹你的过犯 给你新生命 新的开始 把你的罪孽 你的失败 你生命的软弱 都交给耶稣吧 这个圣诞节 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再惧怕了呢 因为第二 有神的同在